這幾年在台南美術館基盤的 深山刺激很成功 有一個多好全台灣最美的刺激 十五文創橫区跟深山刺激合作 以模法為主帝 跟全國橫区搭著做模法修訂 後來11和12和2天 邀請全國民眾來體驗最美的模法刺激 有專題上水刺激前後的深山刺激 含十五文創橫区合作 將會第幾個十一十二兩天 基本以模法作主題刺激 模法可能是2023年2024年的顯學 那我覺得十股文創園區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一直慢慢的往模法的這個概念前進 十五文創橫区原本就以模法作主題 這次的外島也有130的平白鏡子 也有豐富的鐵鹹外島 我們場域本身有不同場域的特色 例如說像是我們的魔法火車 還有我們的魔法道具街 以及煙囪 在這一次的規劃主題裡面 針對這五大場域 都有進行它一個特殊風格的設定 歡迎民眾當伴眾模法師 頂頂的感謝 做回來很苦鐵鹹模法的味道 那想要鐵鹹的民眾 也要鐵仔來買票 哈囉大家好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